但我要特别提件事情 他基本上是在踏着高宏安剩下的鲜血 想办法取得更多的政治利益 因为他因为新竹是柯文哲的根 除了台北市以外 新竹是柯文哲的根 所以也就是说他将来还要再问你 2028年如果全台湾一个县市长都没有选上 柯文哲不用想了 所以他基本上想占高宏安的便宜 想办法来诉求说 蓝白还是站在高宏安的立场 站在辅助高宏安立场上 是一致性的 所以在这一致性之下 我们共同迫使高宏安在10月4号 就是立刻辞职 因为你现在没有钱 其实我这样讲 他说他现在没有钱起立师了 其实这句话不是讲给一般民众听的 他是讲给高宏安听说 你不要再请律师了 你赶快辞一辞 所以我们这么讲就要 两件事 柯文哲没有那么善心 他就是为了他这个个人的这个政治企图 拿着高宏安的鲜血 来计民进党的党旗 是我们看到这个高宏安 存款上千万 不管是1200万或1300万 这个时候柯文哲竟然说还要去救济他 不知道小草听到 做何感想 明凤姐怎么看 因为现在也有怀疑 有市府的员工发起募款 那这个募款难道是要 是怎么样 在发钱在群组贴出什么小额的募款账户 被四叉猫起底 银行仪式就位在新竹市府的周边 指引难道是市府员工吗 那发起人在群组回向 是一觉醒来变成员工 打算还要去告四叉猫 在这种情况这么的有钱 还要拿钱去帮助高宏安 一般的民众到底作何感想 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 一个官员不管你是是不是有钱 你犯了这种贪污罪 一般民众一定很反感 然后还要去发动募款 你是嫌贪的不够多是吗 还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说我觉得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很可疑 搞不好就是市府员工 自己在那边发起来 去挺高宏安的 然后故意制造一个假象 就是说高宏安其实是很可怜的 什么这个被诬陷了 然后还没钱吃饭 然后内政部也不给他钱 所以我们就要捐款给高宏安 到底是为民众党募款 还是为高宏安募款 这个党部我跟你讲 灰勾勾啊 对不对 有人搞不好就是趁这个东西 我就多少这个 这感觉趁火打劫吗 趁着高宏安的这个事情 然后赶快这个 我总部也欠钱嘛 所以就赶快 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的 长相是这个小额募款 每次一开这个账号 就开就发起 就会很多人捐 小草就很多捐钱 谁募款一下就达标 对啊 一下就达标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在 测风向或怎样 我觉得高宏安自己 如果还有这种脸皮 去做这种事情的话 我真的觉得是无可救药了 那你旁边的人在县市府 在帮他募款 这些人到底是在干嘛呢 我觉得这个有必要 把他公开把他抓出来 我希望这个东西呢 因为你市府的员工 自己市长已经贪污了 然后你市府员工 不好好的做事情 你要帮一个贪污的市长募款 那你何不把你自己的薪水 捐给他就好了 你还要去 小小的钱啊 还要去市民的钱啊 这种市 新竹市政府的员工 捐钱给高宏安当诉讼基金 对啊 这种市政府的员工也很可怕 我觉得这个警方 要介入侦办 高宏安是不是有自己准备 钱来打官司 难道还要用 新竹市府的资源 资金来帮他打官司吗 这是让人家好奇的 我觉得根本不跟你讲啦 就算高宏安本人的不够打官司 但是他还背后还有谁 还有郭台铭 还有薛明志啊 还有金主就对了 还有金主那么多 尤其他在市政府里头 我不敢讲说全部 但是几乎跟薛明志的关系这么好 他变成薛明志上的市政顾问嘛 不是吗 对 薛明志就在管这个市政问题 管政治 他自己不愿意参选 可是他呢 对于政治的兴趣呢 是无底的高 然后对于高宏安的照顾呢 甚至有超过郭董 而无不及 所以你觉得薛明志有欠这些钱吗 薛明志搞的这个政治现金案还少了吗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在那边 就用那个什么市民的钱 然后去发款去 去基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个很恶劣的这个心态 就是我借的募款 好像可以引起对高宏安的同情 一个贪污的人 真的同情吗 对啊 我觉得你少来了 我觉得你看很多人贪污抓去关之后 发现他们后来生活都很不错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真的检举了 因为警察局 去把他抓出来 而且如果是政党的话 这个时候募款 违反这就是信心法吧 是的确 范老师怎么看这个高宏安的处境 如果他的这个状况 还需要人家去募款 还要去人家救济 柯文哲自己这样讲 那真的是真正华天下大击 有这种贪污的这个市长 然后还需要别人来救济的吗 现在有个罗森门 到底这个上礼拜五 高宏安宣判之后呢 他退出了民众党 到底是他主动退出 还是柯文哲要他退 因为我听到有人是说 因为高宏安的形象不好 他如果被判刑 会拖累到民众党 所以是柯文哲逼他退的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为什么柯文哲这两天 一直在帮高宏安讲话 如果我切割都来不及了 所以看起来就是 这个高宏安 他主动要退出民众党 那我们再问了一个原因 那为什么要主动退出呢 他就是不想让柯文哲 继续缠着他 继续对他情勒 情绪勒索 情勒什么 就是逼着高宏安 在今年12月25号前辞职 这样才能够改选 否则高宏安现在如果不辞的话 到12月20 他就变成副市长 邱成文一直代理 代理到高宏安二审出来 二审什么时候会出来 目前看高宏安任期结束前 都不会出来 所以变成说 就会一直让邱成远带 带到任期结束 他就是不想 因为柯文哲会跟高宏安讲 你当初 要不是我提名你 独牌众议 让你当选立法委员 是我柯文哲的功劳 后来又让你选新竹市长 对不对 38岁都当选 可以说是台湾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县市首长 对不对 是我柯文哲提拔你 你今天是不是应该要 把这个人情还给我 应该在12月25号 他任期满两年前辞职的话 就可以改选 那高宏安会这么想吗 高宏安大概不愿意啊 所以柯文哲是要用这个方式 在情绪勒索 这个高宏安嘛 以高宏安的立场 应该是拖越久 对他越有利 现在我刚才我退出党 我不是你的党员 你柯文哲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跟柯文哲切割 但是有人在劝他提早吃 对问题是 锅那边那个 问题是这个压力 是不是能够大到他离开 为什么 不管怎么样 现在邱承远是代理事长 代理事长 他还是可以掌握相关的权利 这背后当这个总议员 在那个幕后操盘 所以我觉得 从高宏安的立意来讲 他当然不愿意辞 辞了点 你说我认为我自己有罪 他意思等于是完全没有了 一无所有 什么都没有嘛 对不对 虽然我们说 他这个本来可以领半薪 因为他的市长薪水 大概是18万 可以领9万 内政务把他砍掉了 现在没有了嘛 但不管怎么样 他那个位置还在 而且他可能也期待说 有没有可能在他任期结束前 二审结束他无罪 他就可以拨乱反正了嘛 就可以让他这个 让他可以重新担任市长 让他清白 得以清洗掉嘛 所以我认为就说 高宏安他不可能这个时候退了 那而且那个邱成远是 跟他在立法院最好的同事 因为我们知道高宏安是个狗教 在立法院当立法 也没有什么朋友 邱成远是他对他 是比较好的朋友 所以他如果邱成远当代理市长 是最符合高宏安利益的 所以他不愿意退嘛 所以我必须要讲是说 高宏安今天搞到这个样子 真的 我必须要讲是少年得志 大不幸 他真的是一路 这辈子一路顺风顺水嘛 你看过他写过这个 一部本书叫面试郭台铭 他是什么时候进入鸿海 是2018年3月 几岁 34岁 34岁进入鸿海 就当任副总经理 我必须要讲 我也获得一个爆料人打电话给我 那时候很奇怪 我的手机就会接到一个 那个未接来电视 没有讯号的 没有电话的 就是没有号码 未请是号码 未请是号码 对 那我好几次没接到 有一次接到了 他就告诉我说 他就是鸿海的员工 跟这个高宏安 他们曾经是同事 他非常的对他不满 他觉得他在公司里面 遗止气死 态度非常高傲 看上不看下 所以他 因为他想要爆这个料 但因为我跟他不认识 他真的没有写设号 而且我觉得 我跟他说 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呢 他也说不清楚 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再联络 所以我认为 其实很多鸿海的员工 是对高宏安 非常的不认同 为什么 他34岁进到鸿海 就当副总 那鸿海的员工 做一辈子这个爆肝 都做不到这个位置 很多工程师 大学历也不会被你差 你看这次 这个报案 这个报案者里面 里面有一个是跟他同事 应该是在鸿海 郭台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 你的小便尿尿 如果没有黄色 你表示你工作不努力 这鸿海就是要求 你就是要全心的付出 要爆肝 那大家付出 大家爆肝的结果 还不如高宏安 一路升迁 只是因为他可能 他指导教授的关系 所以大家觉得有不满 所以刚刚讲过 为什么后来 他当上这个立委 36岁 我看中华民国历史上 比他年轻的没几个 据了解这个谢国良 可能比他年轻 当时比他年轻 当上立委 少数嘛 38岁当上了新竹市长 也是少是又少嘛 所以一路太顺遂了嘛 当然当时过后来 你们可能是希望说 你高安当选了立法委员 当选了新竹市长 未来我郭台铭可以选总统 有助于他嘛 这看起来就是说 他现在变成两头皆空嘛 政治这条路 我看来是没有未来的 他二审这个 看起来被判重刑的 可能性很高 那政治这条路没有了 他现在能够回到鸿海去嘛 我看也很困难 郭台铭现在不晓得 会不会收留他 所以我觉得 现在他真的造成 他有史以来 这辈子从来没有零收入 目前的情况 那我想对高航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 可能悔不当初 四年前 如果他不当不从政的话 搞不好 今天已经是鸿海的总经理 收入可能更高了 所以我觉得 高航安这一辈子 太过顺遂 这个少年得志的结果 今天就是只是因为 他是个福报 这个助理的费用 可能这辈子都毁于一旦 面对蓝白政治人物呢 有被起诉了 有被一审判决了 那我们看到 这个最新民调出路 就是美利岛电子报 七月份最新的民调 赖清德执政的满意度 是冲破五成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在政党部分 民进党的执政好感度 是46.9% 然后负向是40% 那国民党的部分呢 正向只有32% 负向高达52% 这是过半数 民众党呢 正向31% 然后负向呢 也是将近五成 49% 所以方老师怎么看 美利岛电子报 这个民调 很值得我们参考 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信赖度 达到55.2% 是非常的高 已经大概是过半了 那他这次的总统大选 他大概拿到四成的票 表示多了15%的 本来没有投他的人 现在对他是保持高度的信赖 而且他的这个支持度是52% 大概比他当初得票多了12% 表示说他在上任这么几个月以来 他已经超过他原本的基本盘突出了 而且我们看起来可能很多 看来是年轻人回归了 而且本来是支持民众党的人 现在跑回来支持赖清德 为什么我认为他最近做了几个事情 树摊扫黑打炸 大家看到具体成果 那因此大家肯定他 而且你看他的 不信赖度跟上个月比是降了4.3% 这个不满意度降了4.6% 都已经超过了误差范围的3%以上 表示这里不是在误差范围了 这很明显的啊 那卓龙泰的支持度也还蛮高的 42% 在一般这个行政院长来讲 因为他的舞台没有像赖清德那么多嘛 那也不容易 但你看来就是说民进党的支持度是46.9% 不支持度是40.6% 表示说民进党他支持度还是高于 不支持度6.2% 这个也很高 这个可以说是超过国民党跟民众党 因为民众党的反感度远远高于好感度 差了18% 比如说我讨厌你的 跟我喜欢你的 讨厌比喜欢多了18个人 是相当高 那国民党也是哦 他的反感度是52.5% 好感度是32.3% 反感度比好感度多了20% 比民众党更高 但从三党来讲 好感度最高的还是民进党 最低的是民众党 所以民众党现在好感度跟上市比 减少了3.1% 在误差范围以外 所以我比较讲 民众党在 柯文哲或者黄国昌里面的表现来看的话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 民众党现在是重大危机 对三个党里面是正面表述是最低的 对啊 当然负面表述最高的是国民党了 但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也差不多 没差不多 差不到三个党里面表述 那赖清德的满意度 其实不是光是美丽岛 包括近传媒 赖清德的满意度也是52.9% 那不满意是30.9% 也是远远高度的肯定 所以我觉得能够在现在有 过半的民众支持赖清德 表示他这个起手势是成功的 那民众党目前看来就是说 从包含这个高宏安的事件 还有未来可能克文哲也会面临到 这个可能被起诉 包含我们刚刚说这个被调查了 被调查的案子 大巨蛋的案子 包含北市科的案子 目前还没有动 但是我必须要讲 目前检调单位都非常积极 特别是这一次这个几个案子 包含像杨文科的事情 也被起诉了嘛 新竹县长 那包含这个高宏安已经被判刑了 那这些都会鼓舞 这些检教单位 他们会认为我们有努力 我们认证去调查 就会有成果 如果说法院都是判无罪 那当然大家就士气就低落 所以我认为克文哲大概也知道 他的接下来会面临到司法上的问题 那再来讲就是说 今天大家就看出来 为什么当初高航安 在一年七个月之前 他刚刚担任这个新竹市长的时候 他找谁当副市长 找的是高检署的检察官 叫蔡立清 当初为什么找他 第一个蔡立清形象清新嘛 又是来自司法嘛 想要好好的来清除新竹棒球场的问题嘛 结果到去年九月 高航安在赴日本访问的时候 就把他换掉 就蔡立清就免掉了 换谁换秋成远嘛 表示高航安在去年的时候 他大概就知道 他的市长的位置是不保 他大概知道他的司法会有问题 所以他担心如果他要说 这个市长的位置没了 蔡立清当副市长 蔡立清过去跟他没有什么关联性啊 而且蔡立清出身担任检察官 搞不好把他这个做 这一年多以来的任期的一些事情 搞不好给抖出来 来调查 所以干脆把蔡立清给换了 那现在发现了 高航安跟这些什么建商的关系 恐怕是超乎想象了 他过去跟回建族 跟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嘛 据说他后来离开了回建族 没有住在里面了 住在一个透天的别墅 真的喔 搬家了 对 搬家了 没有在里面 那这个透天别墅 是他自己买的呢 还是建商提供的 又是别人提供的吗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你看这两天 他的有市府的官员 说希望他能够慰问他 大家还联名 希望他能够 希望还他清白等等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种表态 那你看今天翁立芳 就是他的新竹市都发 他的处长请辞嘛 那为什么他请辞 他当然说 表现说他的眼睛不好 不熟啊 这个视力 健康因素 健康因素嘛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 看到高安离开了 速导胡孙散 那那个邱成远现在是 说他这个 说这个翁立芳 行政经验丰富啦 所以不让他真的离开 变成市政的顾问 他就没有担任主管了嘛 所以我 接下来会不会还有别的 这个市府的一级主管离开呢 因为大家看到就是 这个高安到底 他现在的一些做法 跟邱成远做法 会不会是不一致 那邱成远现在打的算盘是什么 我忽然当上这个市长啦 我是算是代理 但是我有掌握权力啊 未来一级主管 会不会在半年之内 会完全更换 那所以很多的主管觉得说 要干脆我先走算 第二个就是说 可能这个 而且这个 邱成远也想啊 如果我这未来 这两年多我市长做得好 下一次的 两年后的市长的选举 邱成远可能就是当然的 这个候选人嘛 所以他当然要展现出 他的企图心嘛 他的抱负嘛 他不可能永远都是 这个高规 这个 这个邱成远嘛 他也要想自己的做 所以我觉得 邱成远他当过民众党的 部分区立委 他不是完全的政坛的小白兔 他当然也会掌握这个机会 好好表现 为未来两年后的新竹市长 铺路嘛 但是可以看出来 未来 究竟邱成远跟高昂的 关系是怎么样呢 当然我们知道 他们之前关系是紧密的 可是当邱成远想有表现 他要有展现他自己的魄力 他要用的人 可能就会把高昂案 热烈的一些人换掉 那他们之间的矛盾 会不会就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 非常值得我们大家观察 是 杰明哥怎么观察 因为这个 新竹市府的都发处长 因为健康因素请辞 应该去开第一枪 但是我们知道 都发处负责的业务是什么 是不是新竹市的土地开发 是不是跟建商有关 这个时候离开 时间点 起人疑斗嘛 是不是要赶快跳槽 因为以高昂案跟建商的 这个关系之密切 恐怕让人觉得 后续的检调调查 这块是绝大的一个重点 当然我要先说明一件事情 当时回建筑所负责的这个寡妇楼 在今年三月份 已经正式重启 整个都市更新了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另外呢 其实在整个新竹里面呢 除了我们说的关谱之外呢 关谱一期二期 也开始在圈地在赶 那个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 那当然现在最重要的 水源段的固度 这个是已经跨过好几个县市长了 那现在也有开始有讨论 要重新再来进行 这几个案子都是之前被爆出来 问题重重的 那我们知道在高昂案 还没有就任市长之前 在新竹市最贵的房子呢 大概就是我们说回建筑 大概五千万嘛 平均单价大概四十几 五十万没有很贵 但现在的单价都已经到九十万了 所以这些土地价格 都是非常的好 那当然你刚才有谈到 一位议长曾经支持他 Thank you说那位议长 那议长最大的政绩是什么 就是把整个中油油槽给牵走 那中油油槽牵走完 那一大片就是以前 这个柯文哲 他买的土地的地方 就有机会做全面性的一个 一个都市更化 那你刚才到 谢文静他的竞选总部 就在那一栋真品什么百品好战 谢文静他 然后高昂案跟柯文哲在那边混面 是不是这当中 蜘蛛网就把他支起来 没错 而且谢文静他说 议长本来就在调和顶 那地方资源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了解现在的新竹市 在这个就是 前面那个辛苦的市长离开之后 现在已经都找向 所谓的自有地开发了 市有开发 不是工地开发 工地开发 那个工友建筑要特别多 所以也就是说 这些计划都在进行当中 而且进度是不是很快 而且你知道他特别挡了 就是新竹火车站的这个杜根 那是当时前任市长林志坚 好 跟中央已经拨钱 那块土地 当然已经有特定的非 就是远雄嘛 非这个新竹在地的建商 来处理的 所以那个地方是停的 可是其他的这些案子 都是新竹在地的建商 在处理的 所以也就是说 那为了要加快速度 是不是有需要这些政府部门的 高度配合 才能够尽快的开发 林志坚挡那个寡妇罗挡了八年 挡得多辛苦 才一晃眼 大家没注意到的时间点 回建筑也不理了 直接就重新开挖 那你告诉我一件事 你觉得这个速度 是不是有点给他滚快呢 因为说 你去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新竹球场没有动 新竹的火车站后面 都该没有动 可是其他的地方 我每天去那个经过新竹市 哇 那个墙都围起来 马路开始做了 速度非常快 不过请问一下 这些东西当时都是 所有公有地开发 现在状况是如何 所以回头 那个程序是不是合法 还是是这个高度的放水 这个就他担心 会不会有人高度检视 因为已经有人在检视 这个高宏安 以及建商之间的土地关系了 已经有人检视了 我这样讲了 这世界 雪中送贪的不多了 但是呢 这个落井下石的特别多 那如果这个事情 将来要嵌承到 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个斗争 你觉得土地问题 不会拿出来讨论吗 对于这个 有土地利益的人 他会拿这个筹码 跟下一任的讨论 那没有土地利益人 会质疑说 那我要怎么来分配 那你卡在一个 没有市长的情况下 都发局这时候离开 不是觉得很奇怪的时间点吗 好 当然 当然我必须说一句话 在整个大范围里面 我们要观察的事情是 先走的是跟土地有关的 那么其他的部分 跟土地相关的 什么环保啊 什么之类的 有没有人离开 还有那个所谓 不要忘记了 除了我们刚才都市 就还有公务处 这些公务局 会不会有人 也有开始离开 我觉得那才是 大家所关心的焦点 基隆市长 谢国良今天第二度 到基隆火车站去拜票 我们看到 他真的是一大早 就在那边开直播 然后看到人 逢人就鞠躬哈腰 然后送上他的政策笔记本 同时他还说 希望民众再给他一次机会 不会怎么看 谢国良下低姿态 博取同情 希望基隆人能够放他一马吗 这个其实国民党 很早就决定这个战术 叫做核战两手策略 一方面佩翔等不用担心 没有薪水的人 有工作的人 在那抖桌子 往军要呼他一巴掌 乱说话照耀 呼他一巴掌 然后拍桌子说 要战就来战 外套战 你连圣文 这次行到有贏过 外套战 但是谢国良 软到不能再软 鞠躬哈腰战 火车战 我就问大家一个事情 现场有选举过的 我们三个 火车战可以宣传吗 不行 他今天不是第一天 第二天了 在门口 进里开直播 其实这个就两面手法 那也是一个 很好的范本 就是一个党 要夺恶心 恶心到可以分成 两种角色来 一方面这个叫 威逼利用 一方面发发政策 小本本 市长不开会 站在火车战前面鞠躬 这样子看在民众党眼里 不知道七点半 上班开会的前市长 柯文哲怎么想 你市长的工作 不知道 赵一 火车战先团 现在不是水举期间 政策的失误 我有时候都觉得 一个苦口婆心 政策的错误 就用政策的修正来解决吗 可是现在他的做法是不承认错误 然后用擦脂抹粉的方式 这几天还被爆料 包含宣传的看板 宣传反罢免的看板 没有署名 包含这个 有补上去了 他们用补丁的方式补上去 基隆市党部 意思就是 钱不是市政府出的 党部出的 这个我也打一个问号 然后再来是 总之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两边 一边就是狂战士 然后全国的人都来 全国的国民党都来基隆 谁啊 其啊 另外一方面 谢国良就是极度软化 那我只能说不管哪一种 我认为如果是我 作为一个旁观者 在看基隆的这个状况 我会觉得核心的工作是 他的市场本分 有没有做好吗 贪污图利这些 利用公权力 才能够取得的政治利益 转换成现金 不管是收到口袋 或者是别人赚走 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嘛 这个叫红线嘛 那请问一下 在法律没有判决出来的时候 跑去拆人家的市场 这个是不是红线 如果这不是红线 变相的就是鼓励 国良啊 他要拿好友 搞要听就听 那立市设计不好 假处分不好 暂时处分不好 要听就听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连结的 购物中心在诉讼之中 你跑去拆他的 这个半夜拆商场 跟现在在打所谓 国会扩权国会改革法案 如果宪法法庭判暂时处分 那立法院可不可以不听 然后硬要通过 应该是不行嘛 立法院你就知道不行 基隆市政府为什么就可以 对不对 那个是两方相告的过程 所以逻辑很简单 这一条红线 有的人认为过了 有的人还认为还没过 可是无论如何 解铃环需细铃人 谢国良至今 依然没有对该购物商场 发表过任何意见 所以他现在的所有行为 包含跟国民党在那边 演相名得贵的手法 并没有办法说服我 因为谢国良 其实他并没有说 他的政策有修正什么的 反而是到火车站 去跟民众鞠躬 希望民众再给他一次机会 明峰姐怎么看 因为这个看起来是 把这个罢免当成是选战来打 但是我们不知道 到底这样的效果能有多少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案件又还没有成立 你不是还在审查中吗 对 你每天 每个礼拜搬那么多人去基隆 然后你自己要是市政不做 然后在那边发传 发这个单子 这本本来是说他的政绩说明会 结果因为空白页太多了 所以大家就变成说 那个因为 当笔记本 对就当成笔记本 因为空白页太多了 那所以说你连上保保 我昨天看到看到那个张之豪 议员拿了那一本来 然后呢真的是也没有几页 可是连那几页他也塞不满 然后中间的空白页多到不行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这种操作 我真的是没有没有看过这种操作方式 如果说我这个整个成案了 我再来开始去把这个选战给他弄着 打热 然后搬救兵来这个自救 你说他太早了是不是 对啊 太早出来站街头 那你现在干嘛呢 对不对 然后对方呢 对方就乖乖在等你审查通过嘛 那你现在又寄一大堆这个双高后信给别人 发讯单 那你是在怎么样 你我们现在就问你啊 你有没有好好审查这些所谓的这个猜量行动的罢免书呢 你每天在外面晃悠的时候 大家就问你基隆连线处理罢免案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处理啊 有没有好好你只会寄给别人 然后别人如果不回 后来你就当外媒这回事 那你前面这些事情都在装校围吗 然后所有去助学人都说 后来报名案被你退回 被你寄触性的杯葛掉了之后 那你自己找一堆救兵去那边去基隆干嘛 基隆一日游还是三日游啊 所以我就觉得 就说谢国良这种人的思维 真的是难以理解啊 就是说我报名案没有成案就是当成一个选战在打 也还没有进入这所谓的白热期 或是选战的开跑期啊 那你现在就已经开始把这个东西炒热了 那你到底在炒什么 因为看不出他的逻辑 对啊 看不出他的逻辑 你现在炒到或是炒面炒热 然后炒到那一天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所以说你当然啊 这样子的声势会让人家看起来说 好像罢良这个案子不会成立了 这样也不会过或怎样 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这个东西对方一定是等这个案子成立 开始发动的时候 才会开始有双方的交火嘛 那你现在只会 你现在是在安慰自己嘛 就是说我现在那么的 好像对方气势都很弱了 所以我这样可以安心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种选战模式 根本就是很奇怪 就是讨拍啊 跟市民讨拍 这市民都很了解 你是在讨拍嘛 然后装可爱 那你这个你册子翻来翻去 也没什么亮点 没有什么内容 最大的亮点就是穿粉红色的衬衫照封面嘛 那其他没什么亮点 所以说我觉得说 就于谢国兰来讲 我觉得这一局真的是打得有点莫名其妙啦 就是说那你现在把所有的子弹都用进 连胜文也搬来了 然后呢 那你未来真的要进入这个投票的时候 你要搬谁来 而且连胜文来的时候 大家开始说 这个国民党的三公子又到了 谢国良 蒋旺恩跟这个连胜文 你不是这个反效果吗 所以我觉得谢国良你到底在做什么 完全看不懂 这种身为政治人物 在政坛也历练很久的人 那没事 然后没事搬这些人来很奇怪 而且中间有人跟你所形象的塑造 家庭的问题 好像也有一些冲突性 所以我不晓得这个一局是 对 真的看不懂 谢国良他的这个所谓的选战策略 应该说罢免策略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袁志凯来跟我们解读一下 因为包括基隆市议员郑文 你有说你现在谢国良是装可爱 跟市民讨拍 这自救行为 那如果当这个选战 那就要按照选举的规矩来 然后拆量发言人李燕荣是说 谢国良终于重返民间跟市民交流 那依台铁规定 你这地方是不能够有政治性的活动 提起先回来 不要为了宣传知法犯法 那谢国良现在到底是个策略 是个怎样 让他觉得眼花缭乱 罢免方就是把他搞得跟选战一样 他们都要街头上去宣传 然后他们也会做文宣 网路也会网路站 努力联署第二阶段 因为他们怕被 但我觉得一定会过 我是觉得一定会过 所以既然罢免方他可以做宣传 那反罢免方要做宣传 我觉得这很合理 所以你看这个市长多可怜 这个被那个罢免方搞得后 还要出来反罢免 所以现在大家就公平 现在就公平 就是罢免方你去黑谢国良 那谢国良你就努力的争取市民认同 不能说他要争取市民认同的时候 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要谢国良把双手绑着给人家打 我觉得这样也不公平 台铁可以拉票 台铁可以心情 你要看他站哪里 如果站到台铁的里面 当然就不行 但是站在台铁 就像捷运站一样 捷运站也是不行 可是你站在捷运站的外面 你没有站在捷运的土地 那就可能 遇搭手法 因为像你们 这个基隆市党部本来是没有庶民 后来也给他补上去了 这也是被抓到 你不能够匿名 我觉得现在的策略是这样 就是说谢国良他 因为基隆没有投过罢免票 很多人以为说 我反对罢免 我就不出来投票 我就是反对罢免 可是实际上 罢免是看票数的 就是你的不同意票跟同意票 差别在哪里 那谢国良现在策略是 他努力去告诉大家说 请你出来投不同意票 对这个就是 所以要不同意票 这是他的策略 所以他一定是要热战 那既然是要热战的话 就是不断地 透过各种方式去宣传这个观念 就是出来不同意站 所以才会找马英九 然后才会找什么 站斗兰 然后每一次连胜文 这样一波一波一波 我觉得他就会 这应该是没有潜力的 这种方式吧 反罢的一种模式 因为罢免 因为一般都选举去站 现在是为了罢免而去站 因为大家 过去 比较很少人用罢免 去再去 争取一个再次选举的机会 然后一次一次经验 那现在大家会一般认为说 如果要反罢免一定要热战 所以未来 他应该是会越来越热 好 瑞哥怎么看 因为这个谢国良 去站火车站第二天 他用这种方式 也可能也是 过去没有 有重情 所以也不知道 他的效果是如何 只说现在让人家看得眼花缭乱 因为也包括 选委会去寄这个查询单 那也要担心 寄了两万多份 再来呢 还有这个脸书 一堆粉砖 管理员竟然是来自海外 中国香港 然后谢国良又说 这些人 都是来反他的 变成弱势 变成打同情牌 打同情牌 到底效果怎么样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所有的一切 不是都是谢国良 这个基隆市长 自己搞来的吗 从2月1号到现在 这么多个月来 所有的一切 都是谢国良 因为他自己 荒腔走板 离谱言论 然后最后搞成这个样子 不可收拾嘛 他今天到这个台铁那边 去发他的政策笔记本的时候 他说 他没有诚实任何 反罢免的政治活动 你本人就是一个 政治活动的代表人物 而且人家罢免的 就是你不是吗 那你为什么要站在那个地方 人多嘛 进进出出 台铁人多嘛 但是就是惹争议 更何况 还有人直接拒收 那你不是很尴尬吗 但是他趁这个机会 又做个秀 然后讨拍 说他拍 听话 装可怜 我这个态度很低 低调 给我一个机会 干嘛的 给你一个机会 你之前已经把基隆 搞成整个样子了 搞成什么样子 基隆的公车 已经三十几次 三十几辆都已经 我都开玩笑说 基隆的公车 不是抛锚 就是在抛锚的路上 有那么漂亮的公车停 结果没有好的公车 有什么用呢 这就是你身为 这个机动市场搞来的嘛 那你说 之前就是二手公车 但问题来了 那你为什么 请问一下 为什么问几亿 十几亿 然后去买那个 所谓的电动车 就这样去送给 这些年轻人嘛 为了讨拍 为了讨好这年轻人 为了避开罢免嘛 你为什么那几亿几十亿 不用来买 全新的公车 在这个相关的 殉职远警的 记者会上面 记者会前 你竟然会脱口说出 在这么严肃 又带一点悲伤的 这个场合 你竟然会说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换新眼镜了 你的脑袋装什么啊 你根本不是一个 市任的基隆市长嘛 讲白了就要嘛 然后你的 他整个战术 完全乱七八糟 你没有发现 他一下子强硬 对不对 一下子 哇 他的领位战到底 他们旁边的很强硬 看得很大小 对不对 国民党 副主席 许晓星 一个人把我一个人霸零五个 然后占到底干什么 一下子讨拍 一下子说给我一个机会 这个是我的政策 给我个机会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 台风来了 请问一下 你的人工草皮 后来怎么样了 所以事实上 黑白开机 黑白乱木 本来预算 就不是很多 两百多亿的这个基隆 他不是在讲说 自己还债九亿吗 请问一下中央政府 多补助你多少钱 多补助你多少钱嘛 所以事实上 那么如果你好好做 基隆市民会给你机会 但是最后部 人家说 参计没半部 然后全门出后部 最后部就是把这个 到底到现在 也不肯公布到底多少 知道外面知道 两万三千份以上 记得几份 记回去嘛 用双括号的记忆 你有收到 然后回函 竟然是负平信的 我收到 我是跟你说 跟你会我没收到 不然你是要怎么 平信啊 一堆 我没收到 你有任何的平均 证实他有收到多少吗 所以你用这种方式 你就是要摆明了 就是要没收 这个相关的 这个罢免的 这个投票嘛 不好啦 我跟你说 你用这条 没有什么 只是中选会委托你 中选会现在不做 任何的这个 那个 发言的原因是因为 我委托你去办 你如果乱搞 对不对 我就收回来 自己决定就好了嘛 只不过因为 你现在基隆选会 还在过程当中 还在审查 对 所以中选会先不做 这样的一个动作声明嘛 事实上法律规定 就是这样 但是最后一定会投票 你经过这一番 最后如果基隆市全国会 出来跟大家讲说 因为我回收数量太少 不够 所以不到三万份 告诉大家不够 这次的投票落包 你看看基隆人会怎么样 不管投票 那个罢免会不会过 都在吗 就是在对面 中选会